互联网的广大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甲鱼 欢迎大家好,去学习零基础,祝我们学习Python 说完了分支,我们来说说循环 标准的while 循环语法,我们已经在之前的 颇多的练习里边 熟悉的掌握了 所以我们这里只需要简单的过一下就可以了 Python 的while 循环跟if条件分支,其实有点类似 在条件为真的情况下,执行某一段指定的代码 不同的是,只要条件为真,while 循环就会一直的 去重复执行那一段代码,我们把这段代码称之为什么 称之为循环体,只要这里条件为 true 为真的时候 他就会不断的执行这个循环体直到 条件为假 当我们在这个循环体里边 设置某一些语句可以修改这个条件 那么我们这个while 循环他就会在执行到某一个 指定的位置的时候他就会 自己退出 对不对 例如说我在这里 条件是i小于10 那么我的循环体里边有一条语句叫做i 加等于1 那么 每执行一次循环体,我的条件的i 就会加1,直到什么 直到i等于10的时候 OK,那么他就是条件为假了 那么他就会退出这个循环 好,那么接下来来谈谈这个 Python 的计数器循环,也就是我们的for循环 虽然说 Python 是由C语言编写而来的 但是呢,他的for循环跟C语言的for循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他这个Python 的for循环显得更为智能和强大 这主要是体现在 这个Python 的for循环可以自动的 调用 迭代器的next方法 会自动的去 捕获这个 stop iteration stop iteration 这个异常 并 结束循环 所以呢,这更像是一个具有现代化气质的一个for循环 那我们来看一下语法 他语法是这样子的 目标 表达式 目标的话呢,就是每一次 迭代 他的一个变量 一个变量 这个表达式呢,是一个列表 一个表达式列表 也可以是圆主 然后呢,这里边呢,是这个 循环体 那我们一起来实验一下吧 大家可能会在小姐的讲解过程中听到很多 零基础的朋友不应该听到的一些 名词啊,没没事 这些呢,我们今后都会讲解到 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列表啊 说到的圆主啊 这事实上呢,都跟我们 西元的这个数主有点像啊 我们今后会讲到啊,不急 那好,那我们现在来实验一下 我们是 呃,定义一个变量 叫做favorite Favorite Favorite呢 Favorite呢,我们等于FishC 然后呢,我们使用这个for 然后I in 这个 V-O-U-R-I-T-E 好 Favorite Favorite 然后呢,我们 每一次 循环体,我们就把这个I给到 打印出来,然后 用空格 用空格表示这个 隔开啊,表示隔开 那好,那我回车,回车 大家看到了 是不是FishC 就这么打印过来了 是不是啊 每一次执行一个循环体,他打印出了这个favorite里边啊 这个字符串里边的每一个字符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一个空格 是不是这样 OK 那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 举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定义另外一个变量 叫做member member 这个member的话呢,我们用这个 中括扩起来 这个中括的话呢 它是表示 我们扩起来的 这玩意要是一个 列表 我们是定义一个列表 那 现在我们还没有讲到列表 那没关系 你现在只需要知道的是 列表 它跟这个 C元的宿主 差不多 其实它更像是一个 打了奇数的宿主 暂时你知道这一点 那就可以了 我们只会用 今后我们来讲这个概念 成员一号 小甲鱼 小甲鱼 我这里随便举 成员之间没有排名关系 也没有这个特指的任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啊 小布丁 然后我们再整一个黑夜吧 我想到什么我打什么 然后就迷途吧 还有 找一个女余游 一镜一镜 好 老师要习惯性按错 好那我们这里就是定义了一个列表 然后呢这个列表的名字呢叫做member 好那我们for for for i也行 each也行 随便啊这是一个变量的名字 你随便能弄一个 OK in member 这样子 然后呢我就print i print each 然后呢lan member 好 还有大家看到了 我们什么 我们什么我们这个for这个for循环 依次将这个列表里边的每一个字符创元素把他们给打印出来了 是不是 这里我应该写为each 把它改为each 好 然后呢我们接着打印什么 打印这个lan的长度lan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bif的主要是计算参数的长度并返回 那each就是每一次每一次你闯入这个each的这个 变量的长度 那我小甲鱼有三个字符那么他就打印3 小布丁有三个字符他也打印3那么 一镜有两个字符那么他就打印2 这一切都是这么的智能和简单 OK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range range的话呢 其实他是for循环的一个小伙伴啊很好的一个小伙伴 range是一个bif一个内置行数 那我们现在来隆重介绍一下for循环的这个小伙伴吧 语法 语法的话呢 是这样子的 range然后用中括号括起来的表示这个是可选的参数 也就是不是非不是必要的参数啊非必要参数 step等于1表示这个第3个参数的 默证值 是1 他的默证值是1就是说你不传任何数据进去的话 他的值等于1 range这个bif的作用呢是生成一个从start参数 start参数的值 就这里如果是1的话呢就从1开始 到stop参数就到这个参数 如果是5的话呢就5结束的一个数字序列 那么这里是1这里是5的话呢他就会生成一个1234 这么一个序列 注意哈不包含5 那么这个range这个bif呢是经常和for循环狼狈为间 失混于各个技术循环之间我们来举个例子就知道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参数的range 例如 Range range 5 他是返回一个range 0到5因为他是返回一个range对象 我这时候我可以使用list list这个bif 把它变成一个 列表显示出来 你试一下 range 5 我实际上可以这样子做 看到没有他就变成一个列表了 生成一个列表list 把它的参数 生成一个列表01234 所以他 你这里写5的话他是不包含5的因为他默认是从0开始的 01234 那我们把它套到for循环里边看他们两个小伙伴是怎么配合的 range 5 然后 忘了打冒号 冒号 然后呢printi OK 那我们会看到了他01234对不对 打印出来了 那我们试一下传递两个参数的range for i in range 2到9 2到9 print i OK 他就打印什么 2345678 有没有包含9 没有 注意啊 他这个最后一个是没有包含的 而第1个是包含的 你填0 填5的话呢 他默认是从0开始啊 就只有一个参数的话 他是从0开始的 那么你这么写的话呢 他是从2 到9 啊 他9 是不包含的 OK OK 那如果说传递三个参数 大家来看一下 for i in range 1 到10 然后step 就是步进 这个第三个参数 step 是步进的意思 意思呢就是说你每一次递增的数是多少 如果是2的话 print 大家知道会打印什么吗 哎 没错啊 他每一次步进2 步进为2 所以每一次增加2 那就是13579 OK range 可以说是跟for循环最搭配最合适的小伙伴 当然for循环魅力很大 他还有很多其他各式各样的小伙伴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猪盆狗友都有啊 实现各种乱七八糟的功能 这里呢我们在讲解列表和原主的时候再来介绍给大家 那我们这时候来继续谈一下 两个重要的 关键的语句 一个是break 一个是continue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讲一下 break的作用呢是 终止当前循环也就是跳出循环体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吧 看一下这个example1 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了 这明显又是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 一般 去到文字游戏我们就有一些比较卑鄙的行为 例如说 这里的话while循环它的永远的值是为tru的 当没有触发到break的时候 它是不会跳出循环的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这个break语句的作用呢就是 终止这个循环并 跳出这个循环体 是不是 也就是说这个执行的时候这个while循环 终止你这个条件是tru 那我也会终止这个循环然后跳出来 执行这下边的 哎哟帅哦 您真是小甲鱼肚子里边的蛔虫啊 是不是 那好 那我们来尝试运行一下这个游戏 请输入小甲鱼最想听的一句话 我去试一下 去死 呃混蛋 呃 丑八卦 啊 丑八卦啊 什么什么什么 都都都不行好 随便输入 都是退出不了的 只有输入 小甲鱼 是帅哥 哎呦自行恶心到了哎呦帅哦 您是小甲鱼肚子里的回装 游戏结束是不是 像我们现在很多软件哈尤其是 某 杀毒软件也是竟然做这事啊 你明明要退出他他会问你你真的要退出吗啊 你要伤处他他会 问你说 哎你要不如装一下我们公司的其他产品吧啊这种这些做法其实都是挺无赖的OK 那我们 别浪费时间接着来谈一下第2个关键的语句 Continue Continue语句 Continue语句呢跟我们这个 Fall语句 Ababa跟我们这个Break语句是有点像的哈 当时我们的Continue语句呢 它的作用呢是终止本轮循环 并开始下一轮循环 这里要注意的是 在开始下一轮循环之前 他会先测试一下循环条件 只有循环条件为初的时候他才会开始下一轮循环 循环 如果不会的话 他会退出循环 OK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例子 大家看到了 如果说我们这个 I 百分号2 I 百分号的2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余2 I 余2 如果不是为0的话就是不是偶数的话 I 是奇数的话他就会打印出来 然后呢Continue Continue的话呢他就不会执行 这个循环体接下来的语句了 他就会直接跳到循环体的 开始的位置 然后判断 他是否符合 如果说 条件不成立 那么他会退出循环体 如果说条件成立 他才会继续执行 OK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首先先目测一下 你如果说不运行的情况下 这个会打印什么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 这打印的结果 跟你想象的 是不是一样 如果跟你想象的一样 那么你就理解了Continue的意思 如果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请把视频倒回到 15秒之前 听一下小姐 如何介绍 Continue语句的 OK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讲解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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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